安城见精灵玉树,阴森小, 情怀水泄花开枣, 谁知道容易冰箫, 眼看他起珠楼,眼看他宴宾客, 眼看他楼塌了, 这青苔碧瓦堆, 安城睡过风流觉, 把五十年新王看饱, 那巫衣巷不信王, 莫愁湖鬼夜哭, 凤凰台席萧鸟, 禅山梦醉真, 究竟丢蓝吊? 不信这鱼图换稿, 咒一套哀江南, 放悲声唱到老。 欢迎大家来到自由发声,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007, 骗手我念了一段昆曲桃花扇的词, 这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经常说的, 眼见他起高楼, 眼见他楼塌了的来处, 关于中国近代史呢, 007很久没有更新了, 本期节目呢, 007借着这首桃花扇里面, 关于江南的词呢, 说一个中国近代史上, 对江南人冲击最大的事情, 那就是太平天国。 好了, 关于太平天国呢, 其实它历史并不悠久, 也并不遥远, 它是中原这个土地之上, 近代史中,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乱, 请大家记住啊, 它比所谓的十年抗日战争也好, 毛泽东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也好, 十年浩劫也罢, 带来的死亡人数都要多, 当然这个也许永远也是一个浮屠场, 因为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呢, 从来都不认真记录, 也没有人会真实的去统计, 人口的数字, 就像这次郑州大洪水, 你说死了多少人? 官方说只死了12个人, 你信吗? 所以说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准确的数据, 只能根据这些历史资料大致推测出来, 太平天国这次战乱这22年的时间, 大概呢, 中国人口减少了1亿人。 好, 我们先看两岸三地啊, 不管是中国大陆, 还是香港, 还是台湾人怎么样定义太平, 天国的啊, 他们的定义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, 是这么说的, 太平天国呢, 是中国近代历史之中, 农民发动的起义运动, 反抗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, 结果被大清国的曾国藩, 李鸿章们残酷镇压的农民起义, 这个定义呢, 是今天还写在两岸三地, 中国台湾和香港人的教科书上的, 林鸿西呢, 一再的给大家说过, 要想说清楚一件事物呢, 首先我们要定义清楚, 明晰这件事物的本质, 就像数学也好, 几何也好, 这是一条点, 这是一条线, 这个数字是代表0, 这个数字代表1, 我们要准确的定义, 好了, 我们先来看大清国当时是怎么定义的, 大清国呢, 是把太平天国, 太平军定义为土匪和强盗的, 大清当时的人称之为长毛匪, 长毛贼, 因为洪秀全是广东花线人, 他所赛领的太平军的主要的将领呢, 也是来自于两广, 广东和广西, 所以说大清国定义他们是粤贼, 就是广东的土匪, 广东的贼, 在平息了这22年的太平军战乱之后呢, 大清国呢, 专门还派宫廷画师, 画了平定粤贼图, 发给全国的百姓去看啊, 好了,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啊, 因为我们今天的教科书, 和当时大清国的定义是截然相反的, 出现了完全相反的定义, 为什么会这样呢? 主要的原因呢, 实际上是来自孙中山啊, 大家都知道, 到辛亥革命之后呢, 孙中山, 就成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, 后来又变成中华民国, 蒋介石建都南京, 孙文同志呢, 是被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, 同时尊为中国的国父的, 因为孙文的前期的革命历程, 和当年太平天国的红秀权, 虽然红天王很相似, 他们同样也是广东人, 住的地方还不远, 所以说当时的南京政府规定呢, 要把教科书改掉, 不允许说太平天国负免的, 只允许讲太平天国正免的, 于是呢, 红秀权和太平天国, 一下子从长毛贼呀, 土匪呀, 变成了正义的农民起义, 反对腐朽的大清国了, 这也是直到今天为什么, 在两岸三地啊, 我们的教科书上, 都是按照当年中华民国政府的定义, 来定义太平天国这个战乱的, OK, 说了这么多, 这都是背景, 首先我要说我们中国人喜欢历史, 更喜欢篡改历史, 经常性的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, 无论是处于政治的原因, 还是处于民族情绪的原因, 还是处于宣传的因素, 去随意的定义和描述各种历史的世界, 所以说在不同的中国人的描述之中呢, 中国的历史不管发生什么事情, 他今天可能是正面的人物, 明天可能恰恰相反, 变成一个反派了, 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, OK, 所以说本期节目007要讲太平天国呢, 首先我要客观准确的定义, 然后再将历史的事实陈述出来, OK, 在定义之前, 我先来讲, 从1850年到1872年这22年, 经过这次太平军的战乱之后, 结果是什么? 第一, 大半个中国森林涂炭, 可以说是中原18省都发生了战乱, 经过这22年的太平天国之乱之后呢, 中国的人口减少了1亿人, 而且死亡的人口主要在南中国, 尤其是在大清国最为富饶的江南一带, 第二个, 大清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出现了多元化, 外国势力和地方的权力开始出现在中原这片土地的历史舞台, 造成了事实上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弱化, 按照我们近代史的说法叫做半殖民半封建, 这个作为统治者, 作为爱心觉罗家族, 作为女真人来说的确如此, 作为几千年来的中央集权的皇帝的权力被大大的削弱了, 不再像这种皇朝中央集权的一元化统治, 变成了多元化的社会, 但是对于大清国的国民来说, 以前是全殖民时代, 不是半殖民是全殖民, 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女真人八旗人的奴隶, 那么现在反而多了几条出路, 皇帝不好, 我可以跑到租界找杨大人, 在杨大人管制的租界里去生活, 而在南方的各省地方官也开明了很多, 甚至不少地方出现了地方自治, 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打皇帝的时候, 东南各省出现了, 东南各省根本就不听中央政府的统一号召, 东南富宝, 这些从事实上就证明了地方开始有了自治的权力, 第三,太平天国之后呢, 洋人有管辖权的租界割让的香港出现了大量的人口增长, 大清国的人用脚投票, 不仅带来了租界地人口几何性的爆炸增长, 而且从租界地带来了中国近代史的经济腾飞, 这个呢,被很多历史学家称之为同治中心, 这个所谓的同治中心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,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上海天津, 这些由洋人租界的本来只有一两条街的小地方, 在洋人的一种管制方法之下呢, 不仅出现了人口爆炸性的增长, 这是因为在现代文明的管制比较之下, 大清国人用脚投票造成了大量的人口迁移, 而租界地的自由贸易由英国人管制的海关, 带给了大清管理者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么多的税, 这么多的钱, 于是就有钱去给老佛爷过生日了, 还有了钱建了亚洲最大的海军北洋水师, 这个就是被所谓的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的同治中心。 第四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了, 因为对于大清国的官僚来说, 对于那些读四书五经, 读圣贤书的读书人来说,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局面, 因为这片土地上的所谓的精英呢, 就只会读四书五经, 读那几本圣贤书, 他们呢, 出路也只有一条, 就是入室做官, 所以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, 因为在租界的地方, 在阳大人的地方, 他们这种书是没人看的, 中国的读书人这几千年读的圣贤书, 一夜之间变成了无用之物了, 因为你在租界混不到一官半职啊, 而且在南方各省, 由曾国藩也好, 李鸿章也好, 他们需要的官员, 也不再需要读四书五经的这些传统的读书人了, 他们需要的人才是读阳书的, 会阳文的, 甚至要去欧美留学的, 因为也正是在太平军快要灭亡的前两年, 1870年, 大清国也首次官派了小孩子去美国留学, 请大家注意啊, 这些小孩子这些幼童啊, 大部分都来自于梁广, 所以说对于大清国的官僚和读书人, 以前的精英来说, 这个是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, 对于普通大清国的奴隶来说, 这也是一个千年未有的大变局, 因为不需要屠杀族群, 灭绝大量人口就可以改朝换代了, 就可以直接换一个主人换一个统治者, 你大清的皇帝要打我的板子, 我就跑到租界去, 租界还把我们当人, 不把我们当奴隶了, 而且你在租界里面买的房子就属于你了, 统治者不仅要保护人身安全, 还保障我的财产, 甚至你在洋人的地盘在租界里面和洋人做生意, 签了契约, 洋人照样要守法, 否则的话他也要赔偿你, 甚至要犯法, 你在租界里面哪怕就是给别人做用人做厨师, 洋鬼子居然不把你当下等人, 而是把你当一个人来看待, 还要给你签合同, 订契约, 你有了钱, 同样可以在租界里面买房子娶老婆, 你在法律面前居然和洋鬼子是平等的, 进了衙门也不会打板子了, 而警察也不是衙差了, 他们是为你服务的, 保护你的, 所以对于中国普通人来说, 这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 对于中原做惯了三千年奴隶的人来说, 这个也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 本质上来说这就是我告诉过大家的, 这就叫权力的多元化社会, 从此以后大清国的人知道了, 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一元化的社会, 只有皇帝才能做统治者, 这个世界不单只有皇帝带着一帮官僚来统治我们, 来奴隶我们, 而有其他不同的选择, 这个世界是多种选择的, 原来养鬼子的社会, 皇帝的权力没有那么大, 他也要守法, 法律和契约大家都要遵守, 这也是为什么经过了150多年之后, 香港这个地方出现了香港人, 他们和中国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, 我们大家都知道太平天国也是1850年开始的, 所以同时呢, 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上海就开了租界, 这个租界刚刚开布的时候呢, 只有一个码头, 几条破荒地, 而在租界里面居住的人呢, 只有50个阳大人, 仅仅过了三年之后, 太平军占领了江南, 光杭州城就被屠了两次, 于是大量的难民呢, 就涌入了租界, 英法租界仅仅开布了三年, 到1853年, 租界地里面一下涌入了2万多个华人, 再到1863年, 租界地的华人就有15万人之多, 请大家注意啊, 租界地因为地方很小啊, 15万人就已经是上县了, 所以说还有大量的人呢, 就居住在租界地的旁边上海县, 因为住在洋人的旁边, 租界地的旁边, 同样也是安全的, 上海这个县呢, 在1850年开布的时候呢, 大概人口也只有几千人, 到了1853年, 太平军屠杀江南人, 大量的江南人涌入了上海, 上海一夜之间成为, 拥有了5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, 在随后的二三十年之后, 上海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, 也是最现代的城市, 最文明的城市, 成为了亚洲第一大城市, 世界第三大城市, 最早的东方明珠指的是上海。 好了, 这就是太平天国的这次战乱, 直接带给了中国大清国的重要的变化, 至于怎么样定义太平天国, 太平天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, 我们下次节目再讲, 喜欢听007讲近代史节目的朋友呢, 请关注, 点赞, 转发一下, 你们的支持呢, 今天才是我继续下去的原动力, 非常感谢大家一路对007的支持鼓励, 谢谢大家, 我们下次再见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